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刚刚大家在读的时候就应该可以读到 如果我把一个分式x加3x-2分之x-17 化成x加3分之4加上x-2分之-3 这样子的话我们x加3分之4和x-2分之3 都是我原本的这一项分式的部分分式 听起来好像比较绕口令比较难懂 好 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随便来一个分式 也就是我们来一个x加1分之5加上x-2分之3 这是我随便写的题目 我们试试把这两个分式把它加起来 这两个分式加起来 它会得到的东西是我们去做通分母 x加1跟x-2分之5 乘以x-2加上3x加1 好 去做展开 5x-2加3 5x-10 加上3x加3分母还是一样 x加1跟x加x-2 做一个加减结束会得到8x-7 你看到吗 我把这两个分式相加的话 我得到的结果会是x加1乘以x-2分之8x-7 所以我就可以这么去定义它 来 看这边 这一个分式是由这两个分式去加总起来的 我才会得到这一个分式 才会得到x加1乘以x-2分之8x-7 所以x加1分之5和x-2分之3 是我分式的部分分式 它的意思是这个 没问题啊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东西这一张就是 题目会给你一大堆分式 然后你要求出它是由谁跟谁相加组成的 你要求出分式的部分分式 好 这个单元会分成两种题目分式来问你 第一种是分母为一次式的成绩 第二种是分母为一次式的成密 什么意思 成绩的意思是 我会给你一个分式 然后它的分母会由两个因式所组成 所以刚刚这样子的 x加1跟x-2 然后第二种题目会分为分成一样 分母一样会给你因式 可思语 一个因式 为佛的指数 3次方分之5 你要求出它的部分分之是谁 然后你要求出它的部分分之是谁 这个意思 会分成这两种类型的题目 所以我们先来讲第一种类型的题目 这是第二种 第一种 我们来看一下分母为一次式的成绩 好 x-7分母会是x-1跟x-2 我们要求出这一项分式的部分分式 OK 好 怎么做 好 第一种题目类型的解法会是 我的分母现在是x-1跟x-2相乘 我可以知道的一件事情是 这一项分式 它一定会有两个分式相加组成的 那两个分式是谁呢 一定是x-1和x-2相加组成的 为什么我可以这样子知道 我先去不理会我的分子是什么东西 来一个 x-1分之问号加上x-2分之问号 这两个分式相加 我们一定会去做通分母 会得到x-1跟x-2分子问号 分子是什么 我先不去理会 看到吗 所以我可以去知道一件事情是 如果我的分母会是这样子两个成绩的话 它一定是由这两个分式的分母乘出来的 所以我就可以这么去写它 可以这么去写它 分式x-1x-2分子为x-7会等于 x-1分子不知道 加上x-2分子不知道 我不懂它分子会是什么 这样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 这样我就随便放一个位置 说放一个a一个b 接下来 怎么会放a跟b呢 原因是因为刚刚我们上过横等式嘛 我们上一个小单位上过横等式 这样我们可以用横等式的方法来解 我们的部分分式 好下一个步骤我做什么 下一个步骤我做什么 下一个步骤我做什么 这一个类型的题目已经被我把它分解成 分式方程式了嘛 分式方程式我们在3.4我们又学过了 所以分式方程式看到这一类型的题目的话 我们下一个步骤会做的东西叫区分母 区分母 OK好 所以我区分母的话 我们就需要分母的LCM 会等于x-1跟x-2 所以它会等于每一项的乘价都会得到5x-7 等于a乘以x-2加上b乘以x-1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现在再来重复多一次题目 题目要我求的东西是它的部分分式 我把它的部分分式分成x-1分之a加上x-2分之b 这两个分式 所以现在如果我们可以把a找到和b找到的话 其实我就可以知道它的部分分式是谁了嘛 所以现在我们的目标已经换了 我们要找a跟找b 好怎么找a跟找b 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题目很熟悉 5x-7等于a乘以x-2加上b乘以a-1 这是我们之前在做横等式的时候学过的题目 我们可以用横等式的招数来解它 所以还记得吗 我们的数值代入法 相信大家都比较喜欢用数值代入法 好我想用看数值代入法 我用x等于2 因为x等于2的时候会让a等于0嘛 所以我就带x等于2进去 5乘以2减7等于a乘以0加上b2减1 我10减7会等于0加上3b 3等于3b b找到了等于1 看到吗 我们已经把其中的b这一项答案找到了 再来我们试试看把a找出来 好 选择方便 题目一样 5x-7等于a乘以x-2加上b乘以x-1 现在我要找 我b已经找到了嘛 现在我要找a 我要找a的话 现在我就是要让我的b等于0 也就是我用x等于1去做计算 5乘以1减7等于a乘以1减2加上b1减1 好来看一下怎么做 5减7等于a乘以-1加上b乘以0 看b加上b会乘0 不管b是1还是多少都会乘0 所以-2会等于-a a会等于-2 我已经把a跟b找到了 a会等于正2 b会等于正1 可是这题的题目是要我们去找到 这一项分式的部分分式嘛 所以我就把它的答案再重新整理写一次 就是5x-7 x-1跟x-2 它的部分分式是谁 它的部分分式是x-1分子a是正2 加上x-2分子b是正1 原来它是由这两个分式而相加得到的 所以x-1分子2加上a-2分子1是我的分式的部分分式 所以第一种类型的题目还算简单